这次研讨会由两岸政界、学术界以及参与过会谈的人士参加 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与会者都肯定了当年孤王会谈的重大历史意义 研讨会也谈到了两岸未来的政治协商 台湾前行政院长刘兆玄说 政府不能谈的事可以由民间来谈 中国国台办副主任孙亚夫表示 这几年两岸关系的发展已经触及到一些政治难题 对于民间推动政治对话的提议 民进党前立委郭正亮说 台湾海集会星期一将举行孤王会谈20年的庆祝活动 VOA卫视记者杨晨台北报道